快要來聖誕了 你們會不會交換禮物呢? 應該會 這麼快想 要想的了 你做了一個盡責的男朋友 三個月前已經要想定 你這樣已經不盡責了 不盡責 放大她的樣子 不准查一回答 我是實驗室的Yumi 我是布仔 我是NJ 最近看到IG 就看到多了很多朋友去日本 看到我都心動動 不知道大家多久沒有去過日本 那些人說去日本一定要買藥妝 到底為什麼要這麼遠路過去買藥妝呢? 那到底買藥妝是不是真的去到日本才買得到呢? 我們立刻去快問問人吧 Let's go 現在來聖誕了 你們會不會交換禮物呢? 應該會 女朋友都喜歡香水那些 男生的話就... 我試過買波瑕 這麼快想 要想的啦 你做一個盡責的男朋友 三個月前已經要想定 你這樣已經不盡責了 不敢的 放大她的樣子 那會不會想飛去日本玩呢? 想啦 那我想問兩位呢 多久沒有去過日本呢? 好像已經... 追溯回小英學四年了 嘩 三年了 三年了? 因為我本身跳舞 我想去跳舞 還有... 想看雪 嗯... 那如果你去日本的話 你會不會瘋狂數個? 我喜歡賣食物 哦 夾公仔、公仔精品那些 那去日本你會想賣什麼? 食物 衣服、化妝品或者... 動漫那些 動漫那些 都是買模型那些 女生都是女生的手飾那些 那會不會想買化妝品呢? 有的 都有的 唇膏 但是很流行買唇膏 是 粉底? 哦 買粉底 真的喜歡買化妝品的 那藥妝呢? 之前會不會特地在日本掃藥妝呢? 看看是不是很出名的那些 太久沒有了 那時候還是龍角省的時代 哇 很久了 用開的牌子 化妝品牌子 通常有哪幾款呢? Mega Forever Earn 3CE 還有Case 有沒有用Case的眉粉? 真的用那個眉粉 哦 真的用眉粉當避影嗎? 是 Case 我有了 我現在有了 看看真的有了嗎? 真心呢 這個 哇 真實用膏 真的有 這是什麼? 眼線 哇 隨身攜帶Case的眼線粉 人們喜歡在日本賣的妝品 是純粹貪便宜還是香港都有? 貪便宜和熟日 一定要去日本賣的東西 但是其實香港也有得買 Yumi 其實你一買化妝品 是不是真的要去日本這麼遠才有得買呢? 其實就不用的 香港也有地方可以買到的 跟我來吧 喂 要買日本化妝品 又需要什麼都在日本呢? 來到旺角圖神寺的胡舍心模式 或者去到網店的TOKYO BEAUTY專櫃 就可以買到大量的流行日本美妝品牌 款式類型真的很多的 染化用品 眼影 唇膏 都有齊齊 而TOKYO BEAUTY專櫃 最特別的就是有這部VIRTUAL TRI-ON相機 讓你可以一次過試現在日本最流行的髮色和妝效 令你一秒變身成為TOKYO GIRL 如果你還是擔心實際效果 這裡還有駐場化妝師幫你 讓我們現在為你介紹TOKYO GIRL必備的彩妝和演化產品 讓我試試這個KATE色影迷中眼影盒 一共有八種顏色 而我手上的就是金貴的新色 BR9裸橙中啡色 而漸層啡色是眼尾點綴彩色陰影 晃張眼幅 打造自然感的大眼 而我這個KATE的NIT MONSTER怪獸級磁色唇膏 一共有十隻色 高顯色 高磁色 高保濕 長期保持著剛剛塗出來的色澤 那就不用怕變色了 這monster唇膏採用花黃獨加磁色技術 就算戴口罩也不怕會脫色 喝東西的時候就不會怕脫掉唇膏在背面 那就不會怕尷尬了 我手上這幾支就是日本製的Lisee泡泡演化劑 它全新系列還有17款大熱的日系髮色 1.6倍封型的泡泡覆蓋住你每斤的髮絲 令頭髮更均勻而上色 現在還推出了三款的新髮色 陽光感十足的Chiffon Brown 甜美優雅的Berry Pink 和芝盛氣質爆燈的Olive Ash 其實這麼方便還想不想去日本呢? 日本就怎樣都要去的 但在Main Comfort之前就可以到 Watson's Tokyo Beauty專櫃選最適合你的美妝產品 我手上這支Lisee泡泡演化劑 大家就可以去Watson's門市就可以買到 而購買Case的產品除了可以在門市購買之外 還可以在Watson's網店買到 真的很方便 想知道更加多的詳細資料 就可以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的連結看 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就記得CYS這支影片和Channel吧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那你們有沒有留意開Case的開架品牌呢? 有 有沒有用過它的東西? 像用過眼線筆 用過它的眼線筆 你在哪裡買Case的化妝品呢? Watson's 原來你在Watson's買的 你有沒有試過買完回來給朋友 其實那天你都看到香港朋友 為什麼我故意在日本學回來呢? 也有 也有是嗎? 也有你的化妝品 你告訴我可以的 你當作跟我說吧 親手製作的東西 他想要親手製作的東西 男朋友都聽不聽到嗎? 聽到